康二台工31号中午从台东登陆 但台中和平区尚未感受明显风雨 区工所表示30号晚上开始飘起毛毛雨 雨势目前尚未增强 也由于全台停班停课 为了预防风灾 工所昨晚6点开设一级灾害应变中心 同步留守 我们以这个雨势的状况的话 我们的到下午到凌晨 那个雨势会越来越强 希望各位里民能够在严加戒备 就像我们在广播的一样 可以依亲的就到外面去依亲 不能依亲的时候 就等待我们的广播跟通知 松鹤部落里干事也表示 目前和平区各里长 从一早开始巡视部落 全程待命 但因风雨尚未带来太大威胁 在地居民在评估天气状况后 仍选择照常营业 因为很多村民也要早吃的 这里有做的话 他们多少赚一些 为部落服务一下 我觉得下午风需会变大吗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变得很大 我是希望不要 因为会对我们部落造成一些伤害 尽量不要 康瑞台风虽然尚未对台中和平区 带来致灾性的威胁 但仍提醒民众 留意山区附近的雨势 及大甲溪的河水暴涨 由之行为伊文娜里 徐佳荣台中和平采访报道